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9月9日周三的7点47分 美国确诊病例是646万0422 治愈了258万9863 死亡死19万3167 现在澳大利亚是跟美国关系比较近 中国驻澳记者住所遭突袭的检查 PM2.5颗粒臭氧增加 野火烟雾或导致健康问题 有些洛杉矶的朋友因为这高温 还有这是乌癌的天气 野火所以就跑到中部 比如说是德州 去看那个蓝天白云去了 特朗普称如有必要 会自掏腰包竞取完 波音公司承认787客机 新问题订单将被推迟交付 这是一个打击啊 华盛顿州300人小镇 马尔登几乎在大火中被意味平地 这次大火是不但是华盛顿州 而且是加州野火都比较大 巨大的特朗普讽刺雕像亮相 打着高尔夫践踏战士 亚裔对摇摆州影响重大 南方白人仍支持特朗普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是拜登这次希望不大 特朗普要胜选了 警方与抗议者连续第四晚在南洛杉矶爆发冲突 美国46万人扎堆参加活动 获至122亿抗议费 南海密集飞行美军机 以伪装成马来西亚飞机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 选举系统没有被外国人入侵的迹象 肥胖获益新冠重症直接相关影响疫苗的有效性 巴菲特又出手 投资这家云端公司IPO买进2.5亿股 印度九旬老妇哭诉 我和你祖母一样大 仍遭到强奸 这个印度的强奸是比较严重的 警方追捕DUI司机时 兰卡斯特一孕妇被撞身亡 南加房屋建筑商销量较疫情低点 跃升了33% 现在是又出现了买房比较热 买房比较热的情况 所以是大家会有一种新的倾向 又新的情况出现 美国前鹰派议员被聘为腾讯游说 蹭货 蔡英文授勋 这是不一样的 阿卡特发布了疏散预警 因为伤火的原因 朗朗发布格德堡变奏曲 成期是事业的转折点 这是新婚和创业两不悟 清算时刻 充满舌战剧和边缘术的英国脱欧会谈 反Pro6组织方呼吁反对Pro6 打出了标语 这种是不公正的 洛杉矶法院为交通和非交通违规提供远程出庭 美国总统辩论即将登场 增益不断 效用几何 禁止不给糖就导弹 洛杉矶线发布万圣节的指南 这类类外星植物 竟是世界上最贵的海鲜 太阳黑子真相 真面目想不到 史上最近最清晰的照公开 俄罗斯第一次新冠的疫苗研制成功 没多久 第二次也来了 欧盟峰会期间 习近平或因为香港事务而受到压力 疫情好转 呈现获准 开放糖时更多的商业获准重开 最新发现 我们的月球竟然 生锈变红了 波斯顿新冠检测出现重大披露 约400人被误诊 优计悬票或出现蓝仪的现象 亚装选民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亚装选民要团结 团结的话才能在政治上做到发声 华为在澳大利亚的销量降了75% 男子被撞身亡 警方悬赏2.5万 逮捕赵氏的逃逸者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